大家好,又是我King Sir,葉景祥,跟大家見面,今天繼續有好友,第一,太平大維斯,董事總經理兼投資部主管袁子江先生,Peter,歡迎你 King Sir,又見面,多謝你,大家知道,上年樓市匯調,因為中美貿易戰很不明朗的外圍環境 但是今年年初,二、三月的時候,一個DV反彈,抽上來,都好起劇性,其實未來的樓市怎麼看呢? 那情況是怎樣呢?我想請教一下,Peter,你又怎麼看呢? 因為現在的示範好像還是在想著,其實未來的持續多久呢? 和年尾的話,其實是不是都是升市格局呢? 看回去年年尾,其實我們看到整個住宅的市是剩下很多的 看到這些發展商,開盤的價錢都是很審慎的 但是今年特別是農曆新年之後開始,我們看到那個購買力回來了 很多新盤一開,一天半天全部賣光 我們覺得,其實這個反映到香港第一,經濟本來是蓬勃 第二,就是那個之前的外圍因素 例如第一,就是那個中美貿易戰,似乎已經是看到曙光了 可能在很短時間,一、兩個月內,就已經可以結束了 第三,就是那個利息,最近看到利息其實,特別是美國那方面 都說不要說加息了,還說要減息了 我們相信在香港,接下來這段時間,利息都會在低水平的 既然有這幾個因素,如果有些用家真的有需要購買 我覺得入市都是一個時機 即是很多的利淡因素,現在譬如說米戰,現在談好了 息口,本來是加息的,現在變了減息,變了利淡因素,變了利口因素 那你覺得今年年尾,其實都是未來幾個月都是維持一個上升的情況呢? 估計? 我覺得不一定是維持一個上升的情況 但反而會是一個比較打橫閒,但是成交量很大的情況 為什麼呢?其實最近政府都將空置稅都拿上立法局 當然那個細節大家還要詳細談 但是似乎這個空置稅是未來時事有必行的 我想作為發展商,他都想在這段時間 儘量將空置單位儘快推出市場 所以我們看未來幾個月,成交量會大 如果一些發展商想儘快將存貨真的去貨的話 我相信他們將那個價錢不會提升得太高 我相信都會在現在這個現水平那裡會銷售 但是之前發展局長黃偉倫說 我們那個住宅的比率由公私營房屋 由六四變成七三比 即是說未來的私樓供應更加少 你怎麼看這個措施呢? 其實是不是對樓價一個刺激作用 還是其實可能有部份的人買不起 可能轉去供應房屋 其實導致樓價都沒有什麼很大的幫助 其實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我覺得我們看東西要寬一點 我們不是純粹看一個六四、七三、五五的東西 最主要我們要看那個餅有沒有大 如果那個餅是大了的 就算是七三 可能那個私營房屋也不會少 我想政府現在正在走一個正確的道路 它現在盡量好像最近那個土地的報告出來 我想接下來那個土地供應 它會盡快盡量做大它 你當餅是大了的 就算是七三 那30%也不是太過小的 另外就是之前說過 就是未有大嶼 會興建15至16萬的住宅 也都有寫字樓 那裡會說是興建 估計300平方米 sorry 300萬平方米 或者3000萬平方呎 那麵面積價成為第三個CBD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其實是一件好事 還是其實都是一個很長遠的事 其實對樓價也不是很大的影響 我個人來說我是同意的 當然很多朋友都說 這麼大面積的填海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看回我們整個香港的發展 是跟填海有關的 舉例我們今天的中環 其實根本整個中環是填出來的 以前中環的海邊就是黃河大陸中 那你從黃河大陸中 去到今天的IFC 其實是多大面積 那你再看 例如沙田整個新市鎮 以後是填出來的 然後你再看張君澳 很多地方也是填出來的 其實香港根本是一個填海填出來的城市 現在只不過是將它繼續再做大一點 當然在填海這個過程 我們就會很關心那個基建 要那個基建是配合得到 如果不是將來你說 在那個中間那個島 如果只是靠幾條向外的通道 如果萬一例如是颱風 那些人又怎樣去入 怎樣出 我想是會有一個比較大一點 比較完善一點的規劃 那我覺得如果有這個規劃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那將來在那裏 有一個 不要說什麼 一個新的商業區 然後配備整個西九龍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知道你在另外一方面 在寫字樓方面 就是你的強項 我想了解一下 上年有很多的大買賣成交 而今年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是否已經由谷底反彈了呢 其實未來你估計是一些中資 還是本地的資金 還是海外資金來投資香港呢 去年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中環中心的大額成交 四百零二億 其實當時有很多投資者 從一個協助 買了四百零二億的大售物業 然後呢 過往這段時間 其實是在搞一些轉案的事情 有些投資者覺得 不如現在就 不如去掉下去 免得什麼那麼重 所以有一段時間 中環中心的價錢 不是做得太高的 也同一時間 拖低了整個寫字樓的市場 但是隨著 轉案已經完成了 我們看到很多的投資者 由一個想賣和不賣 變成一個長線的收取的投資者 供應越來越少 我們會覺得 接下來這段時間 寫字樓的價錢 會慢慢做好 但是你說做好那個幅度 是會多少呢 我相信會比較溫和的 因為如果你說突然間 你又加得太高 我相信其他買家 也都未必願意給 但是會溫和向上 我們看 大家短期內 就是中環或者金鐘 那邊的供應其實都沒有什麼 未來都是 我們看到就 不會有什麼大型供應 當然你說 在海皮有一兩幅地 例如在信德中心 旁邊有一幅地 但是那些 我相信都未拿出來做招標 就算你拿出來做招標 可能 起好了 都是四五年後的市 我相信對市場 近期的供應 就不會有什麼大影響 另外一方面 我們就會看那個需求 近期我們看到買家是什麼人 買家基本上是本地的家族 本地的投資者 他們就有一個挺好的特色 就是如果你價錢高 他們不會去追 但是如果價錢合理 他們會買 然後就長線收租 看完CBD1 即是中環 我們看看CBD2 比如九龍灣 觀塘那邊 現在都很未來 都很多一些寫字樓落成 其實對那邊 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說的是 那邊這些寫字樓 可能萬多元還有 相對CBD1 其實是拿了四五萬起標 其實你覺得那邊 未來是否有一個 potential 還是說 其實中環還有很多貨 要等到市場消化呢 其實有個時間的差別 現在九龍東 近期和接下來的時間 都會有幾多新的寫字樓落成 但是其實那區 未是完全100%成熟的 最主要的關鍵在哪裡 最主要關鍵就是基建 其實如果現在你去九龍東 無論出入 特別是你上班 下班的時間 你看到根本是 塞車塞到不得了 這個問題 我相信過多幾年 除了六號鋼線完成了 六號鋼線基本上 就是由尖沙咀 去那個高鐵 高鐵 高鐵 直接一落隧道 就去到九龍東 今天可能要半個小時 九個字的車程 將來五分鐘就到了 我相信去到那時候 九龍東作為一個CBD2 就會成熟 有成熟 但另一方面 剛才說過 明日大嶼 當然是十幾年後 有三千多萬平方呎的 樓面面積 寫字樓落成 你覺得 其實我們香港 是否真的需要那麼多 寫字樓 還是未來 多了一個CBD2 CBD3的話 會不會令到反而 寫字樓的價值會下調呢 我想是對不同的用家 現在我們中環就是CBD1 九龍東就是CBD2 其實我們就欠缺了九龍西 其實這個就是 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看看 其實如果香港 你看看香港很大型的基建 其實很多就是九龍西 新隔西那邊的 即是無論你說機場 無論你說在上面 那些口岸 駁回大陸 在屯門那邊走 其實是那邊 我們相信 將來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你說 例如說 港珠澳 這些對於 例如很多 物流業 速遞 是很多整個配套 現在其實就欠缺了 我想將來 那區 有CBD3之後 我相信會有很大的分別 那你說300萬平方的寫字樓 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但是其實300萬平方 是不會同一時間落成的 那它可能落成的時間 是攤回 例如是10年 甚至是15年 那其實對這個市場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健康的發展 那就是十幾年之後的事 所以來說 其實也很感謝 今天Peter和我們說一下 住宅樓市的走勢 和未來寫字樓的供應 和價格的未來的升幅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同一時間 我請來另外一位 地產界老友 再和大家說一下 未來的樓市走勢 下一集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謝謝